你 你是单身吗 我说是 你信吗 要想知道是不是毒药 只能以身试毒啊 我不是毒药 它也不会中毒 为什么回来 你在美国应该有很好的生活 在美国 工作内容 朋友圈子 出没假期 社交内容 全都是固定的 所有的一切 都像是一个标准的程序 毫无悬念 毫无挑战 荒废人生 稳定有什么好的 稳定意味着退步 真正的稳定 来自于内心的强大 人就是要不断追逐新的目标 完整新的挑战 实现更多可能 我认为我放弃的那些 我还能重新应用 但是我新创造的 才有更大的价值 人生的真谛 在于突破自我 挑战自我 不断提升自我 忍无止境 你尝过她做的饭吗 她看起来 是那么聪明 独立 事业性的女人 却那么会做饭 那么体贴人 那么会照顾人 这种反差 真的是太有魅力 她的性格很好啊 对于工作 充满热情 最重要的是 她很有趣 她是真的很好 她是真的很好 我和她在一起很放松 她就像我 认识很多年的老朋友 我以前从来没有在乎过老乡 同学 但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她 能说上话的人越来越少 但是小爱 她让我找到了家的感觉 是啊 她 真的挺好的 她 陪汉 我们做不了求佣 没什么可遗憾的 互相讨厌的人 当不成朋友 她们既是两个独立的 有魅力的个体 又彼此吸引 互相信赏 两情相悦 才是最好的爱情